大家好,我是云烟 今天和大家分享自己在家里制制黄油 这是做西式点心和面包里面并不可少的食材 自己在家做经济实惠 味道更加纯正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准备两身刚从冰箱冷藏室里拿出来的淡奶油 冷藏过后的淡奶油更加好打发一些 把淡奶油加到这厨师机的桶里 淡奶油放到这桶里以后 蒙上一层保鲜膜 以防止打淡奶油的时候溅出来 中间滑一个口子 厨师机开高的 把淡奶油打发 四分钟以后这淡奶油已经打发了 还没有打到油水分离的尺度 高速继续打 高速又打了五分钟 现在油水开始分离 还没有完全分离开 继续用高速打 厨师机又高档打了四分钟 这淡奶油就完全的水油分离了 看看 这中间的就是黄油 这白色的就是白拖流奶 现在把这黄油里面的白拖流奶挤出来 挤成这样 这黄油挤出来以后 鱼下的流奶用滤碗过滤一下 这白拖流奶可以做蛋糕 也可以腌制鸡腿鸡翅 味道非常的鲜美 必须在两天之内用完 它这流奶不能放时间太久 这挤好的黄油再放到冰水里清洗一下 把里面的白拖流奶清洗干净 这黄油在冰水里清洗干净以后捞出来 拿一个模具 里面垫上一层油脂 把清洗好的黄油 放在这模具里面 压死 压死以后用刮板抹平 抹平以后 把油脂包上 这就是一整块黄油了 放在冰箱里冷藏冷冻都可以 先把它放在冰箱里冷冻一下 再来切 这黄油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 已经冻好了 放在常温下解冻一下 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切成这样 做面包做点心 煎牛排这都是必不可少的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有兴趣的朋友 家中有厨师机或者是搅拌机的 可以尝试着做一下 不用购买现成的 自己做的味道更好 更纯正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烟 下次见